好 早安 正在關心 現任是五位司法院大法官 有七位將在十月三十一號任期屆滿 大法官提名審見小組 也在今天舉行首次會議 總統賴清德親自出席 頒發聘書給副總統 蕭美琴在內的所有小組委員 也期盼審見小組推出符合社會 期待的人選 帶您起來聽 我知道各界對於大法官人選有著高度期待 我要請審見小組持續傾聽各方意見 往那優秀人才讓我們一起推出符合社會期待的人選 知行立法院同意通過 賴清德表示大法官不只是憲政的守護者 由大法官組成的憲法法庭 更是憲政爭議或者是人民權利保障的最終究極途徑 各界對大法官的人選也有高度期待 因此也請審見小組持續傾聽各方意見 往那優秀人才 一起推出符合社會期待的人選 知行立法院同意通過